下面向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 裁判员徐锦言 记录裁判员刘欢 王航 运动员王也 王鹏 下面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中都开启选择权 预备 3 2 1 开始 王鹏获得开启选择权 欢迎大家通过熊猫直播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士碑 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败部决赛的TV台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庆勇 当事长 上午好 阿苏你好 今天是本次公开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也是败部的决赛 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河北的女球手王野 对阵屏幕右侧 准备上场击球的来自辽宁的球手王鹏 比赛采用25局13胜 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两位选手也是本次国际公开赛正赛阶段第二次碰面 对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王鹏是战胜了王野 那么看一看 这相似的历史啊 会不会被打破 比赛开始 第一局 王鹏开球 相对比张坤鹏的比赛啊 跟王鹏打肯定是要 稍微费一些精力的 没错 本身这场比赛 不会说特别开放的一场比赛 这边一上来 11号球呢 是过线进球 算两颗球数过线 在昨天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较量 王鹏是获胜了 那么今天在败部的决赛 谁获胜 谁将晋级到下午的决赛 对 王爷这边也会及时地调整战术 也会总结 昨天输在哪里 而王鹏昨天是在胜部的决赛啊 7比13输给了于海涛 第二道败部 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啊 王鹏也是实现了近年来啊 个人成绩的一个突破 王爷这边也是创造了 乔世卑无论是分战赛 总决赛还是公开赛 女子球员成绩的最好的一个阶段 双方都突破了各自的这个平静啊 就看谁的发挥更稳 谁的运气更好 谁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黄鹏上手选了花球 左上角呢 现在有一个底带可以进攻 但是这角度呢 还是有点偏靠左啊 并且15号右下角底带是没有的 首先啊 利用低杆 弹边空我们先向下来走 看看9号球 太薄 12号呢 有横向的角度 这位置倒是可以尽量去顶黑八 不过顶完黑八之后 15还是一个问题 并且顶完黑八之后 4号球还是会向屏幕的右下方 带口普进去运动 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 一个效果吧 还是要打9啊 好球 这么打来后面就可以单一较位了 15号可以尝试 有机会叫右边的中带 叫直向上推 8号左下角 也就是说前面的12号跟10号球的角度很关键 尤其10号球 再一点点左材高杆轻打 这杆球过头了 感觉还是打难了 正常比如说10号 你就可以直接叫右边底带 不用从下面绕两口 王鹏这边还是有一个个人想法 或许这个黑八跟4号之间的关系是 右边中带有 左边底带可能是不太够 不然不会这么打 这个位置能看得见 8号还是差不多的 这角度也合适 打1K 低杆轻轻打 不碰 那说明底带也是有 中带 想不碰直接定 不碰也行 没有问题 但是没打劲 这个阳球不碰 等于说后面 王鹏最少有两个障碍球 两个难点 就算是有后一让你减掉 一个4一个2 肯定是 还要剩下一个 看这干球有没有机会 抓一个宝点进球 上来到这 那么5号倒是有机会可以吃库 即15号里 争取阶下 同时把10号球从带口挤走 白球可以高杆 弹顶裤往下走 叫黄1 这干球的 感觉这个意图 或者是想法 就是不够坚决 就比如借下 然后叫黄1 打下来就有点像 主要意图 把对方球挤走 这种感觉 这不球有功啊 弹球无果 王鹏这干球还有一拼 首先是翻底 其次是白球撞 带口的5号球 做防守 两位球员的年龄啊 也是整整差了20岁 王鹏是1981年出生 王鹏这边是2001年出生 这也很有意思啊 王鹏跟赵如亮 两位球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是吧 都是5月12号 比达巧 对 十秒 延时 其实王鹏也是在赌阶车球 对 而且下面还是4号和2号球 两个难点 没有带来的 右边中单下帮他二号 这杆打气单有1K 高杆向下顶黑霸 完全就是偏一杆的一个打法 看运气这1K反而效果不错 还得再来 但是这个7还是难打 白球靠库边了 7好球虽然离带口不远 但是白球离库边很近 不太好出竿 而且距离够远 这个按球相当难啊 狭路相逢勇者胜 禅功折柜拼自先 好球 准确 拼赢了啊 跟昨天晚上跟张光鹏打的比赛一样 感觉打出新气点 漂亮啊 心声夺人 第一局王爷胜比分1比0 好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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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王爷开球 重球没有球进 吃三个右边中带没进 昨天我们可以在数据里能看得到 基本上王爷的重球 就是画面里右边中带 然后利用一个中低杆 白球先上去再下来 这样的一个开球方式 王鹏上手 花色球 单色选红三 花色15号 上半台几颗呢 单一交位应该还是 对王鹏来说问题不大 关键还是在于11号 直接过来看看11号 直接过来看看11号 向上的角度 来看九右上角 中带的14号还是不太够 九号左上角可以拼一杆 九号左上角可以拼一杆 不算好 干力量没有掌控好 干法还是有点低 那反向打十三的话 出杆会被14号影响 打十五更是影响 这个还是要做防守了 白球弹左闻边扣往屏幕下方来放 来看这个黄衣 中带8号 有没有挡住 没有挡住的话 以王爷现在这个状态 是值得一拼的 感觉上还是有得打 8号并没有挡 但是角度比较小 你是留了一个后手 这盘球啊还是在下球点这个环节注意的不是特别多 主要是放在防守啊 放白球这个环节上了 所以打没有打进 这款对于前面这个上一盘那些长台来说 还是非常简单的 关键就是主要的想法是在防守上 我们这边一个13号 反脚球 一号球 屏幕左侧的中带 再看看 这一盘中带还是够不够 并且如果打能不能打得进 打完之后 白球不能停上 以王爷爷这边的人 让我们有网友 我 meteor测试 我们实际上 不太想跟王鹏去拼 抱着一个 多处也想打一点点 后手的想法 女smith 吃外面 不管是 这种 就是 混合 刚才这杆球如果纯粹的就是想中带打进 不用发很大力量 把对方的15号球K到库边 我觉得往眼还是有很大可能能打得进的 但是分出来一部分注意力 包括精力去想发力K对方的15 就导致下球点这个环节上 专注力容易分散了 15号从上往下 有一个绕两库K13 或者是尽量的避开不K 去脚底带这样的一个线路 两条线 直接下来 准度是没问题 白头的流位至少有两竿了 都出现了一些小篇章 看看7号和8号中间能不能看到14 如果不行的话 还得带着右侧旋转 主球往上放 又是留了一个中带 5号球 下方黄仪这个长台还是距离有点远 有一定难度 红3 5号 给你波杀机会 但是同样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啊 一个陷阱 10秒 打2号 能进就进 不进的话用5号跟1号 做双方球的防守 看这个局面7号又被打到了裤边上 从这个方向来判断 13过去之后 这个点位有可能会变得稍微有点薄 往上往 就ディオ 看这个东西 可以变得稍微放 曲アナ 这样子的 要保持 直接 这样子的 换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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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还是可以解十三 因为上方 我们还是可以解十四 右边抵戴戴口这个 上方十三感觉还是不一定很够 因为王爷主要意图就是 用六号来去挡十三号去 还可以轻轻挡 我们还是可以解决一下 看网友这边会不会继续地打六敲七 白球往六号的左边下方去放 拼四就完全是 有可能要给对方露十三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打进 好 还有机会 黄一去帮 十四号要求传得比较准 而且力量 不动太大 又进了 不想进 不想进反倒进了 运气 那么可以再包红三 白球横向的还放到屏幕的左上方 也可以这样去打 但是红三就运行方向就是奔黄一这边来了 继续包围 我觉得这种对局可能也是 有一部分球员或者一部分球员非常喜欢看的对局 里面会比较有内容 双方的博弈 先后手的计算 并不是单纯的说 你过来诈清或者怎么样 里面包括双方的一些想法 白球怎么放 目标球怎么放 整盘球的一些布局 跟我们平时比如下象棋 或者下军棋等等 差不多这个意思 把我的小兵小竹放在什么地方 形成叫杀局面 好了我就开始 一旦你给我机会 这根旗号还可以往底带翻 控制与反控制 而且女子球员受让后仪 这时候的优势非常大 十秒 这感觉也是有一个小开轮的打法 但始终是打不离 8号跟2号 3号的这小半组 半善的这个防守区域 始终王也是站着主动 但是王鹏只要力量控制好 右下方的底带 这个现在 大家火力兵力都集中的区域 在短时间内 还是无法形成一个明朗的局面 至少还得推那么两三个回合 十秒 五 四 好了 如果再把局面搞乱的话 五号球 推到15号就上方 还是横向打 或者把气垫起来 再做防守 看他拉弓这个架势 这七号球要发力往下打 其实不用的 十四 应该是不够近 但是能看到薄边 先冯黄仪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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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放到这儿的话 王爷可以有机会打七号球 能看到吗 这杆球如果看不到的话 对王爷来说 只能打下方的 这个五号球了 感觉 感觉白球有点欠到这个带角的圆弧里边了 这就跳干了 对 应该是拿跳杆了 左上脚底带 没有运气 翻劲 这根球运气非常好 运气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而且8号就放在这儿 这个球打的 王爷这边还是有机会 我觉得还是可能 可能首先是有一点点小经典 其次是 刚才那个球运气来得太突然了 昨天王鹏左下脚底带也有一颗 比这个难一点 也是打完之后 人都快坐到地上了 还要再来 这个右边 下方就带口 争夺站 扫道如果放到下方容易漏伍 但是还要尽量地将8号球停到带口才可以 哎呦 这个位置 王爷红三如果左边底带下方够打的话 这杆都可以尝试拼一个 因为这个球的话 如果你在做斯诺克 往棚去解球的话 很容易解掉 黑八已经基本上在带口中央了 对 直到一拼 老金打5 关键球 还在看后手的一个拍球位置 打5叫7 但是叫到黄仪叫线上 不进 黄仪还挡你 带一点点滴感 不能太轻 好球 平7 黑八就是喜好球 很轻松的 有点点滴感 也很轻松 很轻松的 对 有点滴感 他如果在资格上 就会百分之一 还是有点忧郁 啊 还好最后能够打进 王爷这个 出钢也让我们感觉 在这场十几分钟 拉锯战当中 最后还是王爷 拿到了比分 第二局王爷胜 比分2比6 谢谢 谢谢 第三局王鹏开球 这两盘球对于王爷来说 赢下来也是不太轻松 而王鹏这边 我觉得他肯定是要做一些调整 从本次赛事 王爷能够战胜波瓷 又淘汰刘闯 张昆鹏这一路好手 本身就已经完成了 参赛的他既定目标了 这场比赛 这次王爷打的是非常好 他赢的这些人 大家想一想吧 波瓷 张昆鹏 刘闯 对吧 山东刘新 这些球员 哪有哪一个是弱的 是的 含金量非常高 他能及时地把压力放下去 轻装上阵的同时 对 大方每一杆球 本身他是省应会的 女单冠军上来的 然后呢 我觉得这次他可能 开始也没有 放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希望啊 或者目标啊 夺冠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反倒这样 让这次比赛打得很放松 越打越有信心 王鹏 这一盘 来看白球 你上次没 пон当 看白球 你再不占的 你还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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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放松 我还不放松 我只能放松 我这下手 可以不用考虑 上手打带口 10号球往下调 叫一个底带 左下的11 跟右下的12号 两个球 先叫一个 打得太薄了 这样的话 变成一个9号中带 大家看这个角度 是直接高杆轻推顶红三 还是利用低杆 这杆球肯定不是本意的 打得太薄了 那还需要从下方 再谈边扣 咱底扣上去 这两个球 不过 这两杆球 白球都不算好 或许前面的防守大战 对两人 这手感都是消耗了很多 打一点点地干 往后退一点点 12号横向走 不要顶黑8了 直接叫11就可以 8号左边中带 6号这边是开放的 叫到11 11叫8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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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同侧的中带 这个时候 受让后一球的优势 非常明显 第三局王爷胜 第三局王爷胜 谢谢大家 第四局 网页开球 又换了一个扎球的方法 中端比较大的力量 放在中央 扎得比较正 没有劲 看选颜色 单色花色 十秒 延时 上来一大铁 再来看一看中带的一个组合 下方十三 现在是可以进攻 如果需要白球叫到屏幕的右边 需要带一点点的左塞 这个就可以传了 而且看很轻的那辆船 还是带一点想法 直接带中带往屏幕的左上方 去叫边库的左上方那颗 并没有枪球 但是中带现在角度变大 再去调黑巴附近的那颗花球 也是不太好调 反塞看个位置 继续 是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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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受限制 今天的失误还是很多的 上一盘的一个进攻 这一盘的一个白球吊带 在昨天的比赛 王鹏是一上来 大比分的领先 王爷 造成了一个比分的优势之后 在后面 王爷这边反扑 但得益于前面的比分的优势比较大 这王鹏是战胜了王爷 这回今天的比赛 一上来王鹏就是在落后 现在是落后三分 并且局面 连时 已经球运 至少目前为止 没有站在王鹏这一边 我觉得还是准着脸在第二杆 他那个跳 对吧 能够持两脚回来 翻到右下腰底带 其实已经算是运气回来了 但是给你运气你没抓住 并不算太难的 黑八没打进 好久没打进 首先是咱不说运气 就是在心理上就已经有影响了 这样的一个黑八 这盘球我是要得分的 对 但是没得到 心里面反差 落差会非常大 这个时候我觉得尽快吧 这一分并不是说足以让你输掉比赛 一小时37分钟 时间是足够的 自己心里边别乱啊 对 王鹏这位球员应该心态还是比较好的 四 三 一小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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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时一小时刀 都会堂成一小时刀 这个手感 这么轻的力量打 说实话现在已经很少有人 在比赛里面这样的去看打了 是的 除非你很放松 很放松 很有信心 要用非常柔和的力量轻轻推 而且打白球中心点要打得非常准 其实在TV台 男选手跟女选手的 比赛当中这种性别大战 男选手心里面 多少承载的东西 会多一点 首先在规则上 女选手是受让后一球 难度就比男选手要小 其次 打得过于的纠结吧 自己也会觉得 这赢得怎么那么费劲呢 难看啊 不好意思 有在TV台大排场还好一些 当然这么多观众的面 我推访啊这么多 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可是一旦要进攻了 失误了 女选手的局面非常简单 输了之后又得想 哎呀 我连女的都 女选手都打不过 想的东西会特别多 这层面肯定是有的 嗯 但是就是分人吧 对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职业球员 她是对于性别化不太考虑的 因为水平派在那儿了 这个女子球员不弱 所以咱们就是把这个 选手们的心理啊 抛弃给大家看 不是大家看那么简单啊 我之前也跟张志导讨论过就是 谁在比赛当中能够尽快的 忘掉场外的那些因素 那些想法 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当中 谁就能最先地进入到状态 掌握比赛主动 如果你沉溺在场外 观众们怎么说呀 朋友们怎么看呀 上一看失误怎么回事 你总是在这个循环当中 你会很被动 始终打不住自己的这个状态 跟手感 十秒 好 四 三 王归 王彭的绝好机会 我开始一个准备 选择一个安全打法啊 递杆 叫中弹了 嗯 这是最安全的 第四局王鹏生 比分1比3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你没有就容易落后了 王爷 这个手感真的好 轻推很柔和的力量打出去 白球也是非常到位 13号可以作为不用去考虑的一颗球 那么上面14 11 这个手已经是确定了黑巴打哪个带了 打14 从上面绕两颗过来 11较右边中带 然后看黑巴 两边底带选一个 而且有心的观众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 仔细观察一下王爷右手握杆的时候 在出杆 它整个的幅度很柔和 轻轻带住 没有明显的抓 明显的这种用力 看王爷就轻推 感觉就是很有底 对 在很小的时候 练就了很过硬的基本功 培养了很好的抬球习惯 后手很舒服 有心的观众可以留意一下 扩大笔分 第五局王爷胜 比分4比1 上场 第一次 不过 表面 到 你 到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局,王爺開球 我短暫時 кадmassive 我可以選獎四節 對, ask 中文でしょう POC號 lid 我在下面 Moderator 225秒 做實驗 争取先把最难的两颗打掉 12号轻推向上可以叫9 9号再推过来 13左边中带 甚至于14左下角都是有下 这一杆12号是很关键的一杆 不能太轻 稍稍给点力量 留一个打9从上往下角 准啊 现在这杆9号 依旧可以轻推弹起来 发力的话 也可以登高杆起来 那就是叫14了 轻推叫13 发力往上走叫14 指了一个双位的位置 但是还是要强调主要做哪颗球 对你必须要一个主要的第一个目标球 那到这儿的话还是13 滴杆往回拉就要14 而且这杆线我觉得出干太快 可以滴杆啊 擦着8号就下方横向下来 好球 有想法的话直接啊 登弹阻碍边阔 8号球 反向底带 带点中低杆 好球 是 穷 加个 那份 在外面 看 刷备 因为 但是 他 这个 谢谢观看 王鹏这边又换到了一个自己 在关键时刻变化的开球位置 比较靠左边 然后大力去炸 好 上来先看定颜色 花色11号右上角 带点低杆发力 顶10号球 看白球位置9号不错 还可以再利用低杆向下来 继续叫下方中带 这杆球如果能够顺利地叫到一颗10号 甚至于14的中带 这盘还是有机会可以清台 是 尤其是12号左下角 红三并没有挡 15这边也可以依旧地叫右下角抵带 白球顺势下来 可以衔接12 其实这一杆 刚才王鹏上手选完之后 这局面已经解开了 已经解开了 关键就是你的手感 这杆 稍稍有一点点过头 还可以留角度 留点打实 就是向下的角度 用10号 来看能不能避开7 从左边能避开7 下来 推过来叫15 避不开 下来直接叫12 就是叫到左边打15 还是说直接利用低杆往下走 叫12 左下角的左下角 这个时候如果说刚好有一个像画笔一样的工具 那就可以画两个圈 没错 这两个圈也是可以给观众的一个参考的位置 大家看的时候也会懂 解说说低杆下来到这到底是哪里 对 毕竟球迷里边对于台球理解 不是特别高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光会玩会看 但是还看的不是特别懂 而且语言这个东西它也没法精细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网鹏刚才低杆过来 拐头拐得早了 而且它这张球有一点点反载 并没有说这些往下走的比较多 结果走上了一个组合球 结果这一撞 15号这球难了 实在不行 白球不好停 利用对方的黄怡婷也没关系 或者是利用红三 这两颗球 那前提是得进 最后一人的防水 红三 就是正在测试中的 带人进去 打水 你得不然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没打光的话 剩一颗两颗就变成了被控制 跳个两脚勾中带 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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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这儿 王毅还是有两个难度球 二号球跟五号球 其中一颗可以作为减掉 另外一颗现在 直接打 或是 从台面上选一颗球 去顶开一颗 比如打三 放到黑拔的左边 打三顶二 对吧 打三顶二叫六号 放到这儿 这个角度 是直接高杆往上推 还是不进 用黄一来挡 进的话继续打四 这个难度打 我觉得可以尝试K感谢 我倒是觉得 能不能就直接就打了 打四 这二五你肯定是要先解决一颗 你用哪颗球去K 这很关键 比如说你打七 都可以 直接 直接发力 白球主要往上走 好球 黄一中单有下 直接打黄一上去 先交四 打四利用低竿再过来 小七 难了我觉得 先打四下来 三条二 八号左边中带多好 咱们俩还要再下来再上去 这就是球员的一个 场上忽然之间一瞬间的一个想法 就不太容易变了 球员容易在场上有一个固定的想法 然后呢 第一方案或者第二方案 所以说 为什么说球员下来总会去做一些复盘 找自己的一个问题 这么打是不是不合理 要不要换 你看这就是打的这个上上下下 这风险会大很多 那这干六号还可以高杆上去 不需要下赛 正常靠力量去控制就好了 力量 过黑八了 真是悬 这不是本意啊 本意是在黑八上面 肯定不是交到黑八下面的 还好位置交得不错 这个简单局面啊 打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时候 王爷应该把走路的速率啊 放慢一点 放慢点 人的肢体 是容易让你产生一些自然的变化的 比如说你走道速度越来越快 大家经常会看到有球员越打越快 对 说话也是 说美了 说开心了 越说越快 当你把自己的走路的这个不平呢 放慢的时候 然后出竿 节奏呢 也要把它变得比较统一 你就会又把自己的这个快节奏放下来了 第七局 王爷胜 比分六比一 谢谢 北想说付元丹 巴仲 不完全催 这些主题是民ž党的 春 Cas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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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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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